草屯镇指挥公连续两年分别邀请白沙屯、大甲、三边及新港妈祖来到草屯绕境 今年防疫考量取消绕境 配合农历10月15日水关大地圣日 改为办理三年元科季期安赐福法会 希望我们这四季妈祖 加上这美国的贡政上帝到我们里面 同心的妈祖母 努力让我们这个疫情早日过去 让我们的工商赶快恢复繁荣 由主委简佩玲率领委员以及多位的议员 与各界来宾代表开箱 开箱仪式简单浓重 随即由送金团开始送练各种经文 要一连送金三天 就由法会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大甲妈和白萨顿妈可以来这里做客 让我们大家经养和参拜 先议员简直升表示 中麻祖在大殿接受信众参拜 也希望借由宗教的力量为地方祈福 祈求疫情早日远离 让地方更平安顺遂 民众平安健康 参拜这段时间共同 邀请到我们老官民 会来我们祈离教我们的庭廟啊 教我们来这里参拜 来这里有三位 我们用这个机会 跟我们的妈祖母 跟我们庭제를说一说 会给我们大家平安顺心 多顺遇 指挥公主委简佩玲表示 连续两年邀请妈祖前来 与该公主寺的选天上帝绕近 感觉朝屯镇都很平安 即使疫情也能够化险为瘀 今年改请妈祖驾指挥公 举办圆满科医祭水关大地诞成祈福法会 请众神继续庇悠大家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